太白第八,又稱太白,是論語的第八篇篇名 談論的是有關聖者、賢人、君子、同時的道德規範 尤其是對古聖先賢的評價和讚美 如太白、姚、信、宇、周公、和武王 本篇對孔子教學方法和想法也有進一步發揮 以及增值在若干問題上的見解 紫若,太白,其可謂智得也異議 三以天下讓,文無得而清言 孔子說,太白,哪可以說是具備至高無上的品得了 三次讓出天下,老百姓簡直找不出恰當的語言來讚美他 紫若,功而無禮則勞 身而無禮則曬 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繳 君子督於親,則民輕於人 故舊不惟,則民不偷 孔子說,恭敬而不符合禮就會勞倦 謹慎而不符合禮就會畏縮 勇敢而不符合禮就會作亂 直率而不符合禮就會沾刻傷人 在上位的領導人 口代自己的親屬 人民就會興起做人得的事 上位者不惟忘老朋友 人民就不會刻薄無情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藥 啟如竹,啟如手,絲雲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李薄冰,如今而後,吳之免符,小子 曾子有病,把他的學生召集到身邊來 說道,看看我的腳 看看我的手 詩經上說,小心謹慎呀 好象站在深淵旁邊 好象踩在薄冰上面 從今以後 從今以後 我知道我的身體是不再會受到損傷了 弟子們 曾子有疾,萬敬子問之 曾子言若,了知章時,其名也哀 人知章時,其言也善 君子所貴符道者三 動容貌,思遠暴漫耳 正顏色,思近信耳,出詞氣 思遠彼佩耳 邊鬥之事,則有詩傳 曾子我藏不起,萬敬子去探問他 曾子說道,尿快要死的時後 名叫的聲音是悲哀的 人快要死的時後 說出來的話,也是善良的 君子所應當重視的道有三個方面 首先,舉止行動必須注重而容外表 做到齊整有秩序 這樣就能遠離別人粗暴傲慢的態度 其次臉色要端正,不要協堅僭笑 這樣就能得到別人的信賴 最後說話的言辭口氣要適當 清楚、安定 這樣就能遠離別人的鄙視和背叛 自於祭自和禮節儀式 自有主管這些事務的官利來負責 曾子若,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教 適者吾有常從事於思議 曾子說 能力強卻向能力弱的人請教 知識豐富卻向知識少的人請教 有學問卻像沒有學問一樣 滿福經論卻像一無所有一樣 別人冒犯自己也不計較 我曾經有一位朋友就是這樣的 曾子若,可以託六尺之孤 可以記百里之命 臨大折,以不可奪也 君子仁如,君子仁也 曾子若,可以把年幼的君主託父給他 可以把國家的政權託父給他 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 而不動搖屈服 這樣的人是君子嗎? 是君子呀 曾子若,是,不可以不宏偽 任重而道遠 人以為己任,不亦縱乎 使而後矣,不亦遠乎 曾子說 讀書人不可不置向遠大 易志堅毅 因爲他任無監距而路途遙遠 以實行人得為己任 不是很監距嗎? 直到死財罷休 直到死財罷休 不是很遙遠嗎? 子若,興於詩,立於禮 成於樂 孔子說 開始於學詩 自立於學禮 完成於學樂 子若,文可使由知 不可使之之 孔子說 如果民眾的力量可以使用 就隨順他們 如果民眾的力量不能夠使用 就要去了解他們 子若,浩勇疾貧,亂也 人而不仁 則之以甚,亂也 孔子說 好勇無所畏懼 而又恨自己太窮困 就會犯上作亂 對於不仁得的人或是 迫白得太厲害 也會出亂子 子若,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此驕且論 其餘不觸觀也疑 孔子說 即使有周公那樣的才能和那樣美好的之質 只要驕傲論識 那他其餘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 子若,三年學 不至於谷,不易得也 孔子說 讀書三年而不想望當官吃縫綠 這是難能可貴的 子若,讀信好學 守使善道 偽邦不仁 聯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言 無道則忍 邦有道 憑且賤言 此也 幫無道 富且貴言 此也 孔子說 堅定信念 勤奮學習 堅持真理至死不如 不進入危險的國家 不居住動亂的國家 天下政治清明就出來實現抱負 天下政治黑暗就忍退 國家政治清明以自己及貧賤 國家政治清明以自己及貧賤 國家政治黑暗以自己及富貴 國家政治黑暗以自己及富貴 也是恥 子若 子若 不在其為 不謀其正 孔子說 不在哪個職位上 就不要考慮哪個職位上的正事 子若 詩字之此 關追之亂 楊楊符 仍以哉 孔子說 從太詩字演奏的序曲開始 到最後演奏關追的結尾 豐富而優美的音樂在我耳邊回蕩 子若 狂而不直 統而不願 空空而不信 吾不知之疑 孔子說 狂妄而不正直 無知而不謹慎 表面上誠狠而不守信用 我真不知道有的人 為什麽會是這個樣子 子若 學如不及 由孔失知 孔子說 學習起來 就像老趕不上一樣 還生怕把學到的東西又丟掉了 子若 偽偽符 信與之有天下也 而不如言 孔子說 多摩崇高雅 信和與得到天下 不是奪過來的 孔子若 大哉 遙之為君也 偽偽符 為天為大 為遙則之 當當符 文無能明言 偽偽符 其有成功也 換符 其有文章 孔子說 真偉大雅 要這樣的君主 多摩崇高雅 只有天最高大 只有遙才能效法天的高大 多摩廣大雅 百姓們真不知道 該用什麽語言 來表達對他的稱讚 他的功績多摩崇高 他制定的禮儀制度多摩光輝雅 信有神五人 移天下智 武王若 如有亂神十人 孔子若 才難 不其然乎 唐如之際 於思為聖 有婦人言 九人而矣 三分天下有其易 以服事恩 周之德 其可謂智德 也異異 信有五位言神便使天下大智 周武王說 我有十位智理天下的言神 孔子說 人才難得 難道不是這樣嗎 唐遙如信以後 武王是人才最為輕盛 但十位人才中環有一位婦女 男人不過九人罷了 周朝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 迎向恩朝清神 周朝的德行 可以說是最高的了 孔子若 與無無間言矣 匪飲食而致孝扶鬼神 莫衣服而致美扶忽臉 低功失而盡力扶溝 與無無間言矣 孔子說 對於語 我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了 他的飲食很簡單 而盡力去孝敬鬼神 他平時穿的衣服很簡樸 而祭自時盡量穿得華美 他自己住的公室很低矮 而自力於收治水利事宜 對於語 我確實沒有什麼挑剔的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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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